搬到新的公寓式酒店之后 第一天早上就走到大街 准备走到台阶街 不是台阶街,是市中心 在这里我们先找个地方吃早餐 因为酒店不包早餐 我们走过一间很有特色的建筑物 这里原来是历史的建筑物 现在是酒店和餐房 不如进去试试吧 也可以看看里面的旧式建筑物是怎样 其实挺有特色的 早餐在外面 有不同的地方可以坐下 我们选择了不坐外面 这里是花园的地方可以坐 我们选择了在櫃台旁边的一个窗口的地方 去设计这个组产 这个就是酒店的外貌 挺有特色的 挺有特色的 吃完这个早餐之后 我们就继续给市中心 沿途也有一些不同的建筑物 因为昨晚我们也走过去 今天早上走就比较容易 给到很多特色的建筑物 有时如果你是旅行 你喜欢欣赏建筑物的话 其实乐趣也挺大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独有的建筑物 而且你看到以前的杖 心思、手艺 这么多年都没有 这么多年都遗留在那裡 这里已经是近了 这幅是最特色的图 所以用了一个铁匙 在那里拿着一条铁匙 我们看到当地的杖人 做游七的游七 在那里挖了一些墓茴 外游七的游七 很花心思 那里有一条桥 那条桥是打卡的位置 看下去那些住宅 或是食肆、食肆等的環境 可以清清楚 有一个层次感 因为这个是山谷的位置 沿着山谷一路直走 就可以去到沙下 对面有铜像 还有一间教堂 这间教堂已经破落了 应该在准备维修 因为有人带狗 似乎身材好的人 都喜欢展露一下自己的身形 每一个地方拍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其实这些地方 这些人在买一些手工礼 或者是一些 一些权利 花钱 灰意一起 在谈心 很温馨 挺温馨的 另外有些人在这 做rehearsal 排舞 可能他们未来有的表演 而这里的场地也算大 这是两个图像 一个是骑马 一个是科匠 另外也有人放针 在这里 很多人把锁 写上爱人的名字 放在这里 这变成一种习俗 有一个最令我注意的 就是这个锁 因为它连一只戒指 都放在这里 我相信他当时 做这个动作 他心情都相当成熟 沿着这个屋 沿着这个屋 小径走过去 它有一个尿木楼 这个就是那个尿木楼 有两个楼 就在这里 做一些 那些石粉 石柱 石头 都写满了 那些人的名字 这个很有心机去做 这个太子 看下去 就是 沙滩 你看得到多少人 轻轻我我的时候 写下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字眼 作为一个纪念 有多少个 我能够继续维持到 在这里 就不得而止 因为真正的爱情 来说 需要是这样做 如果你是这样做 的时候来说 这些人 未必代表你可以荣架 也有人在处理草地 这些鸡 在附近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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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可想而知 这边的人 艺术的美娱 都是不差的 小贩 一边是在买这些首饰 但是不买的人 另外这边是排舞 有些是团体地走来旅行 这里有点像石板街 拍电影的场景也挺好看 这里有十字架 也可以拍电影 有些爱情故事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错 这只鹰在上面 想它飞 等了一轮它也不飞 这里有一间屋 屋顶已经坏了 等待维修 但是像这些鹰在上面 用来拍鬼片 那种愿意就不懂 继续向前走 这个公园还有很多地方 亦有不同的挑素 这种花是什么花 好像一个钟 这些是樱头 藝術家的机座 这些是盒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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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高低的层次 看来 景观也挺丰富的 两间大厦之间 有一个巷 然后再远一点 有一间屋 上面的屋 挺特别的 还有一些树 在顶上开花 我们接着坐巴士 离开二公申 去到新的唐人街 因为上次他们去唐人街 不见多少个唐人 今次再试试 下去看看 旁边这一架 汽灌的车 如果真的有事 就大件事 坐这边的巴士 很多时候都有这些 艺人走上来表演 希望你能够给一些打赏 给他 或者是一些人在叫卖 这个就是你去一些 南美 而且穷的那些国家 通常很多时候都看到 就好像我们以前 香港六七十年代 时 上火车 沿途都有人叫卖 因为 饭食艰难 所以 到处都要开发一些 工作 机会 自己尋找 车便到了 这个新的唐人街 那个位置 我们下车 然后到处走 你会发觉到 两旁的食肆 有些是写中文 当你看到中文的 多一点就已经在 对面那间 这间灯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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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漂亮 这间灯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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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灯饰铺 有大型的巴士 有刚才的中型的小巴 有些人也都踩 电话板那些 街边那些小饭堂 还有一些公园 这里就是里面 有些住宅区 因为他们说 这里比较多灯饰铺 我们就想走进去 现在看到 这间灯饰铺 这间灯饰铺 也不知道是否出席 还是什么 所以这間灯饰铺 这些手 ter讯饰铺 这些端饰铺 这是住宅 Roosevelt 这是民意的 右边的客家 我们今晚到 workplace 嘗嘗 另外有間深井燒美 這間麵館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這間是他們的教堂 華人的教堂 這裡是食屎 但不算多人 那边一两间都是特别多 黑的都是好职 这间店是放租的 地方不小 这间店是绵门的 结果就去吃低唐人 去客家 吃完之后我们就继续走 走到有个 坐车去到有个摩托 看着很塞车 他们这里坐车 挺有趣的 虽然有一个站 但不是在那一站 有时候揮手 他们都会去 比起北京 北京的地方 有点友善 这个是703 巴士的名字 他们很有趣 我见他们买这个站 时 CB就给了几元 他有的站奖 不知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些钱来说 是属于交费的 又不像 几元不代表什么 可能是福洋 不知道 如果你们抢那边 你不清楚 要是坐在最前头的位置 坐在最前头的位置 上下上下的人都多 别人来说 就是多 又有另外一些人 继续上车 如果车站更紧厚 正如我之前说过你们 他们买票可以是卡 是卡的 似乎是那个路线 如果有卡 如果有卡 是收钱的 你都不用 你都不要紧 你都不要紧 就是 倡定多一点点 现金 便会好一点 这个就是那一站 就是填了银 那些时间 接着是收了一些钱 巴士站 也有一些小饭 买东西 通常都是小食为主 这里就是车站 继续 之中 就看你了 看你了 看我 你 看你 你 不然有人向外面對待 現在已經很入夜了 你看到有班人 坐下坐下都差不多回到我們的地方 因為巴士不會直接去到大廈門口 所以還有幾個都要走 這裏是附近一間超市 我們又去問一些東西 再走過去看看這餐館還未關門 看看營業情況如何 也有些人坐在這裏 大體上今天的行程 多謝大家收看